《慈善1點通》 主持黃曉霞 回到第二節《慈善1點通》的時間 我是黃曉霞 今天訪問的嘉賓是毛薑界體育學院創辦人Gentle 許正道 Gentle 今天帶給我們認識飛鏢和其他非主流運動 對社區不同人士的發展 Gentle 我知道19世紀已經很流行飛鏢 英國人貝利欣甘林發明了現代飛鏢運動的計分系統 19世紀已經有了 1970年初飛鏢運動已經去到歐洲大陸的地方 並成立了職業飛鏢聯盟 由於很多酒吧都有設置飛鏢機 提供給酒客很多餘慶的節目 因此很多比賽都被大多數由啤酒商贊助 原來一早已經那麼流行 我想問問有什麼原因令你們成立一個毛薑界體育學院呢 其實我們前身是一個香港國際飛鏢節體育協會 我們專門搞飛鏢 因為我們想多些人認識和接觸飛鏢 我們就舉辦了一個香港國際飛鏢節 如你所說 外國很多都是由啤酒公司贊助 我們就想搞一個形象健康一點的 所以我們第一屆搞的時候是完全不一樣的 到現在也好 都是沒有接受酒商的贊助 因為我們覺得這個運動真的是運動 它不是一個酒吧的遊戲 我們就搞了這個飛鏢節 搞了四屆 到今年就第五屆 為什麼會成立一個新的毛薑界體育學院呢 因為疫情期間可能大家都知道不能出街 不能去玩悶 除了我們正常人在家裡悶悶之外 我們也覺得很多老人家 或者一些院舍的院友都會很無聊 他們完全不能出去 入面沒有工作 嘗試跟相關的團體聯絡 我們可不可以來開班 教飛鏢 和他們玩一下 真的有團體願意讓我們嘗試 他們覺得好 都試一下 應該都可以的 我們真的去了試 後來我們就看到反應非常好 老人家 老友記 或者特殊人士都很喜歡玩 可能平時他們真的沒什麼可以做 老人家都是打麻將 打多久都會悶 而且傷身又傷甘 但飛鏢是一個運動 他們又可以 它不是一個很劇烈的運動 它不會要跑 要跳 但你可能要扔 手要動一下 扔完指標 要走出去 要撿一下 你會走回來 你也會跟身邊的女友聊天 你扔得很厲害 我們扔一下 試一下 你贏了 輸了 又不會太傷和氣 都是跟麻將不同 所以他們玩得很開心 一些院舍精神又缺陷的院友去玩 他們平時可能沒有那麼多事情 職員 院長 肯讓他們試 這件事讓他們試了之後 看到他們其實都做得很好 不要說他們有得多高分 總之他有參與 到他有想參與 而他投入那件事 他會願意玩這件事 而去排隊 遵從紀律 他會靜靜地在那裡等 到他的時候他又會玩 玩得開心 我們就覺得很好 讓多些人接觸一下 除了飛鏢之外 還有很多其他東西 飛鏢都可以令到他們這麼開心 如果再多幾件事 他們就會很忙 所以我們就做了這個無疆界 在運動這裡 希望可以無疆界 不分大家有沒有身體 或是精神上的東西 大家都可以享受到的一件事 這個名字也是改得不錯 多謝 如果一些老人院想去找你們 去裝置一個飛鏢 你會直接去找飛鏢 以及教他怎樣玩 是嗎 我們也有做開的 老人院 院舍來找我們 他們想開班 就跟他們說 好 如果是一些特殊團體 我們價錢收費當然會有不同 但也有收費 因為都知道 現在飛鏢有些運動員 都開始想用飛鏢 他們想全職投入這件事 又不要說我早上去上班 然後又有咖啡錶 他們做這件事都要衛生 我們都會給足夠的酬勞教練 但我們只會給教練 幫他們安排對摺 讓他們可以做 我們就當是慈善 我們會幫他們找 幫他們對摺 幫他們找一些器材 而多數的院舍都會願意 他們都有一塊錢 去幫他們做這件事 不過他們只差在做些什麼 而我們就會令到效益最大化 其實我跟飛鏢都有些緣 因為我緣起在以前的NGO 有一間公司想捐一些飛鏢機給我 就是一棟很大座的 想捐兩部 那一刻我都比較保守 我問這些是哪裡來的 是不是酒吧 是舊的 那壞了是怎樣的 我們一定要想這些 壞了怎麼辦 後來那部機器真的因為酒吧 他們結業後送給我們 我們最擔心的維修問題 原來發生了 我們一年就維修了幾次 但小朋友很喜歡的 因為是青少年中心 他們就去試玩 連愛添置的錶都不用錢 因為他們就派完來 教完之後 就提供一些新的錶給我們 你知道 你們最初玩就不懂 一定是很大力的 扔到彎了 後來我們後期 自己也有買一些錶 但是錶機就是上場 比較細步 不再是一座座 因為面積上就可以 我們很多都是用那些 你比較容易收藏 你不用整天一塊東西押頂 因為縣射的位置都很見勢 有時候輪椅要推要轉彎 可能那些位阻礙就不好 我們一般都是用一些掛牆 或者我們有個架 把那些比較輕盈的板 你又可以收起來又可以拿 或者我們又可以方便拿去不同地方 幫人上課 好好好 那我想了解一下 除了飛鏢 有沒有一些其他運動 是你們提供 因為我聽了出 你除了飛鏢 還有一些非主流運動 那些是甚麼 我們當然除了飛鏢 我們就推廣很多非主流運動 因為主流運動 就不用我們推廣 他們已經是主流運動 我們怎樣推廣 因為我們跟很多運動界的朋友 即非主流運動的朋友 大家都溝通一下交流一下 因為飛鏢本身都是一種非主流運動 又沒有太多人認識 甚至乎覺得他不是運動 他只是一個遊戲 讓我們搞一下搞一下 他們說你們搞得不錯 又搞了一個飛鏢節出來 然後也去到很多學校 特殊學校 老人院 特殊院社 他們問你們怎樣可以做到的 我們就會分享一些經驗給他 他們說 現在我們的地址在南華會 有個飛鏢中心 他們說你們也可以在那裡成立 也有得到一些運動方面的認可 我們就跟他交流 大家可以一起做 我們都想推廣給多些不同層面的人去玩 我們都可以幫你推動 又可以給正常人玩 又可以給其他不同的人 如果你的運動是適合的 當然你的運動 不能給不同的運動 對應不同的適合的人去玩 那有沒有哪些呢 有 例如我們現在有一個光劍的格鬥 光劍即是Star Wars 那種 它就像Fencing 像劍擊 像張家朗 它就是這樣的運動 不過那支東西是硬的 但看起來就很漂亮 因為它有光 我們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歡來玩 這個就比較激烈 這個可能真的要身體質素OK才可以做到 我們也有一個傳統工 它又不同 現在是奧運 奧運那些好像很複雜 它們叫做複合工 也有些瞄準器 也有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我們就是普通 你見到羅賓漢的一支木 就這樣就射出 它們也是一個運動 還有一個叫做日本剃刀 剃刀又不是剃鬚 剃刀是很長的木 它的剃字不是那個剃 很長的一支木 類似劍道 但它們的規矩又不同 還有街舞 花式單車 shoot boxing 有很多不同的運動 都可以給很多不同的人玩 而我們都沒有選擇 什麼特別的條件 去合作 總之你是運動 有益真心 只要你想一起做這件事情 就很歡迎大家和我們合作 好 現場觀眾留意 有條問題問 今天送一個會籍 就是無疆界體育學院的運動 非主流運動是哪一類 只需要答對一個就可以了 剛才Gento也說了答案 答對的朋友可以到 無疆界體育學院的Facebook 今天會送出兩個無疆界體育學院的會籍 我先去廣告 下一節再回來 出來 能否出現 解釋 解釋 解釋